我想這個天氣 無論是否是節日 都很多人喜歡打火鍋 經常說打火鍋是熱氣 其實打火鍋都是用清湯煮的 為什麼會熱氣呢? 是不是真的呢? 首先打火鍋 你一定是會用火去助熱那個爐 其實你這麼近距離去對著火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是接受到那種熱邪 那種火熱邪去影響到你的身體 另一方面就是飲食的方面 例如說你雖然用清湯 但是你吃東西一定不會只是綠菜那麼簡單 你一定會吃肥牛、羊肉、鹿海鮮、響靈、炸魚皮 這些通常都是香港人的最愛 就是打火鍋必須的 通常下這些的時候 首先油份比較多 油份比較多 而且它們都是經過炸的 炸會比較燥熱一點 雖然你是浸過湯 但是它燥熱之性 其實不可以即時改變 所以吃進去的身體裡面 都會令到人會燥熱 都會令到人熱 會不舒服的 其實那些炸魚皮的響靈 不是說你浸一浸湯就等於它不熱氣 其實它根本真的是用油炸過都是熱氣 不過你吃下去 你覺得不熱氣 但是油都還在 還有其次 就是打火鍋 就算你不吃響靈 旁邊那個煲湯都會有油 是的 沒錯 你綠菜菜都沾了些油 已經 那 那 怎樣可以打火鍋 會 就是 沒有那麼傷皮胃呢 即是健康一點 對 那首先打火鍋 我們要把那個水溫 是足夠的 那我們下食物的時候 一定是要等整個火鍋裡面的食物 都會先熟熟 那譬如說可能是滾生蠔的 那你突然之間可能 一放一塊生牛肉下去 那其實呢 你要等那個生牛肉熟熟 或者再煮多一點點 然後才吃 那這樣防止它污染其他食物 那其次就是 你食物 食物那裡 儘量呢 譬如說太油膩的 那就不要吃那麼多 還有你的量呢 亦都是需要去固定 那譬如說 因為打火鍋 其實最大的壞處就是 大家一班人很開心 那樣 那然後呢 就可能煮一下煮一下 吃一下吃一下 就越吃越多 那會吸收很多卡路里身體裡面 那就會肥了 那所以呢 我們通常就會建議 譬如說 要健康的打火鍋 就可能買個份量 不要說太多 那吃完之後呢 那就OK了 因為你吃太多的話 其實對身體的負擔比較大一點 是 沒錯 即是經常打火鍋都是拖長 可能一餐吃四五個小時 中長休息 然後再吃過 是 上下半場 可能 即是可能 即是隨時比平時多吃了很多 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吃完 之後才發現有問題 是的 就開始就是不舒服了 是的 其實打火鍋 長遠來說 對身體會不會有影響呢 其實打火鍋 都是偶一為之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你經常性 天天打火鍋 對身體都有負擔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件事 你剛才說了 就是可能你吃太多了 那令到你身體的卡路里 攝取會過量 造成肥本 那肥本 和我們這個高膽固醇 那些血管的疾病 這個高血壓 和高血糖 都會有這個影響的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們打火鍋的時候 會很多時候 吃了很多那些高飄零類 也有另一個名字 叫普林類的食物 那這種食物呢 就包括了有那些海鮮 有肉類 肥肉 菇類 菠菜 糾濟品 那這些 那這些食物呢 吃了在身體裏面 很多時候會轉化成為尿酸 那如果尿酸高的人 就會容易造成痛風 是的 還有打火鍋 很多時候都會配啤酒喝的 那啤酒其實都會加重 或者誘發這個痛風的形成 那所以變了來說 其實如果經常喜歡打火鍋的人 患上痛風的情況 都會比較高一點 明白 那我知道呢 就是除了一些湯水 剛才講過 那還有一些穴位 是不是可以幫忙舒緩 是的 那如果穴位方面 那我們其實是常用的 那我們會有 我們之前都講過很多次的 那個捉衫理 那捉衫理呢 就是在我們大腿外 小腿外側 膝頭哥對落 那個位置 是的 那我們如果試著爆了 其實按它 都會有少許幫助 那但是作用呢 不是非常非常大 那最大的作用呢 其實就是在肚臍 嗯 旁開大約一至兩個手指 或者一隻半手指左右 把你的手指在這裡 那肚臍在這裡 這樣放 哦 就是肚臍的兩旁 是的 大約是兩隻手指那麼粗 那你這個位置呢 其實呢 就叫天書圓 那這個位置呢 其實呢 按它會增加腸的餘動 幫助我們消化 但是呢 不要長時間 你不停按了 可能你按了 可能十幾二十秒 就要休息一下 一天呢 大概按了兩三次左右 是的 每次要維持 可能三至四分鐘大 按這個位置 也不是說吃飽又按了 就是真是 嗯 因為這個肚 肚的位置吃飽 按下去會不會很辛苦呢 所以吃飽第一件事就是休息 放下筷子 然後坐在那裡休息 不要做劇烈運動 如果真的飽得很辛苦的 你可以喝少許檸檬茶 會幫助我們去解鳴 但當你真的飽到頂上心後 連那杯茶也不要喝了 即是立即休息 是的 這樣的 明白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說用什麼化解 首先不要再吃 是的 沒錯 還有吃一些清淡一點的東西 第二天 我知道你還預備了一些動作 即是教我們去怎樣收回肚腩 因為除了吃飽之外 肚子頂著頂著 可能是因為你已經多了脂肪 是吧 是 那我們不如去示範一下動作 好 沒問題 好 OK